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唉 Ian呀Ian 高登仔一向都看好你 為何最近出了這樣的報道 在折稿之前 即是在這段片之前 未有最新消息 但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都會以短片模式 去和大家追訪Ian這宗 叫做少少醜聞的事件 但我現在高登仔只能從手上的報道 作出仔細的分析 至於報道的真理 就真的交給大家 或者Ian呀 或者花姐 或者Markville自己出來評清 我真的追查不到 是真還是假 但我現在手上的資料 都可以為大家作出少少少分析 而且這件事我都覺得 對Markville自己有點零眼雙腔 至於姜濤他都很幫得手 根據報道 他曾經力支持Ian 但無奈就搞不定 這樣就遭人雪藏 好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去主頻道和後備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有廣告看廣告 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25元一個月底 我吃一頓飯 但你的加入和支持 對於我們高登仔的製作資源 就增加了不少 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對我們的頻道 進行這個支持 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好 這些報道 我綜合了這段時間的所有的報道 報道方面 大致上都是以負面的形式居多 高登仔都搜集了一些不同的報道的資訊 來來去去都說 Ian 因為臭脾氣 而損失了貴前蔡男主角的身份輪為配角 其實姜濤亦都有幫忙去說話 根據報道說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花姐亦都說有說話的幫 但依然搞不定 詳細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看看吧 但原來一直有傳去少爺脾氣 咦 一直有傳嗎 之前有傳開的嗎 我又不是很覺的 是這次爆到這件事才說 他這個少爺仔脾氣 亦都有說 他曾經跟MIRROR成員的隊友和工作人員 發火 給公司Marketview判輸床 他和姜濤本身擔正新劇 即是貴前蔡 即是兩個男一來的 我看我的報道說 因為性格差 而得罪公司而氣氛大減 結果 令姜濤一個人頂上 整個貴前蔡的拍攝 而姜濤和花姐也有幫Ian說話 即是可能有一次衝動等等 但Marketview也不能夠 即是忍無可忍 結果將Ian半雪藏 大大減少他在貴前蔡的氣氛 由男一主角變為配角 你覺得脾氣就何必呢 好了 那報道呢 報道就這樣說 有幾宗所謂的 豁著報道這樣說 所謂有些四宗罪 第一 第一 拍MV小事 化 大 這樣就頂隊友 這樣 有 即是我的報道 照說 MIRROR 去年 就出了MORIOR的MV 非常之好聽 很多人喜歡 大件事 拍攝當天 Ian到場發現 有隊友拿錯衣服 正常拿錯衣服 穿在身上 即時大發雷霆 到拍攝期間 即是結束了 整個過程當然很尷尬 發脾氣 還生氣到立即脫衣服 扔下 結果要工作人員 撿手 咦 我就發覺 其實他們的身形 應該差不多 有 記錄開我的 Warrior的衣服 是有記錄的嗎 拿錯 拿錯就可能 不關MIRROR成員 他沒有說哪個MIRROR成員 不過高登仔也猜到 都是我們廢話說的 這就是其中一個罪 但如果真的扔下衣服 又真是 發脾氣那頭 自從發生這個扔下衣服事件之後 驚動了 高層 可能當時是MIRROR 還是ViuTV的高層 不知道MIRROR已經組成了什麼 有指 亦都要花姐出面 代人道歉 似乎一宗 第二宗 第二宗 說說花姐 因為要出面道歉 他不肯道歉 即Ian 因為Ian的性格衝動 認為自己沒有錯誤 所以也拒絕 跟高層認衰 有指的經理人花姐 為求保住Ian 花姐就特意出面 親身跟高層道歉 和解釋這件事 希望高層能夠體諒 Ian的心情 可能很大壓力 這樣 道歉也要代別人 似乎要代別人 似乎要讓別人代道歉 就不太適合 這人 報道是這樣說的 高等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沒有在現場看 不過我照說的 第三 說公司不分 跟女朋友片場吵架不得了 原來他非常臭脾氣 消失指 他跟女朋友盧惠敏 拍攝定情作 無限車凍有限公司的時候 兩人趴著 不久就吵架了 拍攝期間在片場 當時Ian 報道是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 當時Ian跟女友 趕完所有人出門口 二人衝入化妝間 取緝傳出激烈的炒炸聲 在場的演員和工作人員都聽到 誰聽到 出來澄清一下 聯絡一下高等仔 我就知道 這個報道是真還是假 這個女朋友是盧惠敏 Emmie Lowe 結果就吵架了 這是第三大罪狀 你看花姐多無奈的樣子 第四個罪狀 他沒有歌出 沒有宣傳 埋怨公司偏心 消息指 Marketville 一直不滿Ian的態度 同樣 Ian亦不滿意公司 不滿意公司 對他冷待 多次跟身邊的人吵架 公司不幫他出新歌 最後出了十新歌 劉一天與你喘息 和Godchill之後 Ian亦不夠賣力 覺得偏心在姜濤和Anson Lo身上 你都出了兩首歌 Godchill和劉一天與你喘息 成績相當不錯 你又怪姜濤和Anson Lo 又一般 之後 在這件事出了之後 說一下Ian的壞格 立即網民激烈討論 有網民更返回多年黑面的舊將 說他在2021年叱咖頒獎典禮之中 不論在觀眾席或台上表演 Ian亦毫不投入 整個人都毋不專業 神情愛濟 和其他很努力的成員 形成強烈代比 又更加重提他在 中藝節目Mirror Go的時候 因不滿Anson Lo出茅招 就把他的衣服 把衣服扔掉 脫衣離場 亦網民表示自己是Ian的同學 指對方鏡頭前鏡頭下的兩個人 並指他的性格 私底下一樣臭脾氣 其實因為公司對Ian的態度 一直都表示非常難以接受 以及工作並不專業 所以相應在拍這個季前賽 原本安排姜濤及Ian 作兩個男主角一線去撐起整部劇集 亦都將他的氣氛削減 由男一變為配角 而姜濤亦都有出聲去挽救 希望解釋Ian希望幫到他 但高層並不接受 報道就是這樣說 這件事傳出後 Ian亦有在自己IG回應 You won't already be motivated so you must learn to 嘟嘟嘟嘟 我不讀了 還有Gosh when you are a world person 類似的解釋 你不是總是有動力 你所有要學習自律 花姐亦都在隔空回憶 希望力玩狂難等等 這件事爆了 姜濤也很兄弟 如果報道說姜濤有幫Ian發聲 花姐有力支持Ian 但高層也決定半雪藏去 我相信高層也會非常憤怒 報道就是這樣 我只是照讀給大家聽 我自己怎樣看呢 我自己覺得高層也可能是真的 可能Ian真的有點臭脾氣 但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拍Warrior跟Mirror Go的時候 都隔了那麼久的時間 現在才傳出這些手脈 如果真的的話 我覺得MIRROR十二指都相當有厚德 又相當有厚德 又沒有爆好一些壞事 如果這些事被傳媒 或者有時有搞事的KOR知道 一定會報道 當然不跟現在所有的報章都報道 所有的報警都報道 但是如果手脈都差不多一整年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我覺得ViuTV和花姐 ViuTV和花姐 都尚算保護Ian MIRROR兄弟都保護Ian 你還想怎樣 有時有些事情 你自己做得不好 EQ低也好 不知道臭屁也好 我不知道 你做壞自己的袋 那別人忍無可忍 你當然要把你罵 別人罵你 咳你氣憤 別人都幫口了 但當然你自己的底花也很重要 就算姜濤一哥幫口也搞不定 無謂怨天猶人 老實說 自己改好自己的脾氣 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高登仔 我覺得是最實際的方法 讓別人另眼相開 說真的 我也不想MIRROR十二子 突然間減你一個 或者經常傳出一些消息 你以為高登仔很喜歡報 但有人想聽 高登仔照報的意思 我都奉勸一句 脾氣修養 自己修為 不要影響別人 像王子華所說 人沒有公關死得 所以我希望 EAN 你這件事 熟真術 熟假也好 好好反省一下 以及改善一下 對你未來的事業 你29歲而已 未來的事業 都會有更加好的發展 還有我覺得這幫兄弟 都很支持你 還想怎樣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要誠心 真真真 珍惜這幫兄弟 自己努力 改進自己的性格 和事業 好 今天大致上是這麼多 這件事 有對象update 我會再做片 跟大家說